一线癌是生活中一种患病比例很高的疾病,因其患病之后的生存期比较短,大多数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, 所以被称作是癌症之王,沈殿霞,著名影视女演员,因身材肥胖而被昵称为肥肥,沈殿霞于2008年2月19日,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,享年63岁,带走沈殿霞的凶手,就是癌症之王,一线癌,在我国一线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, 而且越来越趋于年轻化,高发年龄在40岁以上,男性要多于女性,这种癌症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,以及日常生活,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线癌的早期症状有哪些,早期发现才能获得更好的治疗,一线癌早期信号,一,上腹部疼痛或其他不是一线癌患者,前期可能会出现上腹部疼痛, 或者其他的不是感觉,而这种现象的夜晚尤为严重,慢慢的还可能会出现腹部疼痛的症状,在养癌的时候疼痛感会加剧, 一线癌早期信号,二,皮肤发黄,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皮肤发黄,那可要注意了,很可能就跟一线癌有关系, 这是因为一线癌会阻碍胆管工作,阻断肠道让脂肪不能分解,脂肪堆积过多,会导致排便不顺畅,胆汁也会越积越多, 这样一线癌早期的患者就会出现皮肤黄染,严重的甚至连眼睛也会发黄,最后还可能有皮肤发痒的情况, 一线癌早期信号,三,出现口腔疾病,口腔疾病,也是一线癌的迹象表现,没错, 一线癌患者更容易出现严重口臭,牙齿松动,牙隐人等症状, 因为一线癌患者的口腔健康状况是很不乐观的,口腔跟牙周炎有关的细菌, 都会让相关参与者患上一线癌的风险上升,一线癌早期信号,四, 厌食,消化不良,如果你出现一些饮食习惯的改变,或者消化到的症状, 比如厌食,消化不良,和腥瘾疾病,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太在意, 总觉得过段时间就好了,殊不知,这些都可能是一线癌早期的警报, 一线癌早期信号,血糖出现异常临床的调查发现, 差不多有一半的糖尿病患者最后被查出是一线癌, 这要比正常人患一线癌的概率高达80%左右, 所以不管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,还是没有患糖尿病的正常人, 血糖持续出现异常,而且迟迟无法恢复的话, 同时体重还跟着减少,赶紧去做个腹部采抄吧, 小心一线癌,一线癌如此可怕,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? 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给大家总结两点, 一,调整日常饮食结构,不吃烧焦以及烤糊的食品, 减少吃高脂高油的食物,日常饮食当中保持骨类、豆类以及红薯等粗粮的摄入, 每天也要保证吃新鲜蔬果,切记爆饮爆食,饮食要讲究清淡, 二,积极参加锻炼,避免超重以及肥胖, 每周至少要坚持五次,每次三十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, 各位朋友,你有关注过自己的一线健康吗? 你还知道哪些一线癌的征兆? 不妨在下方评论,去留言,分享你的生活经验。 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